大家好,上期视频讲到了我们如何才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,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,用自己基本可控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,来决定我们的GDP的数值,最终超越美国。 那么,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呢? 众所周知,美国所能控制的其实只有美元,以及由美元所形成的美元指数。 这就意味着美元能够直接主动影响的货币只有日元,英镑,欧元,以及其他六种货币。 其他的货币都是在间接的影响,而类似像人民币这种非自由对方货币,则完全由我们自行控制和决定。 之前,很多人都在谈什么美元霸权,美元战争,美元放水等问题。 我个人认为,这只能说明美元的强大,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 尽管你可以进行各种指责,但顶多也只是发现一下不满情绪爆料,与现实的状况毫无关系。 而真正有关系呢,则是你跟随着美元所走的知识和步伐。 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太悲壮了呢?然并乱。 其实,我们对美元的依赖程度,取决于我们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程度。 如果你不参与国际大循环,自然就与美元无关。 你看朝鲜,你看伊朗,不就是希望去美元化吗? 因为他们不需要美元,尽管是因为他们很难获得美元。 在前几期视频中,我也提及到,我们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经历了大致五个阶段。 可以说,尽管人民币很难跟随着美元指数变化。 但真正的主动权,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 比如,美元指数在2008年12月份的时候,大致为81左右。 那个时候,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7.3比1。 而现在,美元指数已经上升到了102。 但是,人民币的汇率反而下降到了7.2比1。 这足以说明,人民币汇率完全可以脱离美元,而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。 所以,今天的视频,我们就想谈这样一个主题。 即,美元的尴尬,人民币汇率才是决定GDP美元数字的关键。 未来中国GDP与美国GDP的比拼结果不在于美元如何变化,而在于自己能不能超越自己。 对于这个问题,我在上期视频中,专门用排除法进行了说明。 既然在增速上难以比拼,既然在美元上无法控制,那就还是回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来吧。 因为毕竟,我们唯一能够独自把控的也只有这一点。 正所谓,众里寻他千百度,莫然回首啊,那个人民币的汇率就在灯火阑散出。 上次我提到了,离不开的地狱就是天堂。 其实这句话的后半句呢,是离得开的天堂就是地狱。 如果我们抛开了在GDP的增速上与美国比拼的话,那么我们是不是离开了GDP增速的这个魔咒和地狱呢? 换句话说,我们在2023年的GDP与美国相比时,就输在汇率这个问题上。 那么,何不在哪里跌倒,又从哪里爬起来呢? 带到自己的目标确定以后,所剩下的工作啊,也许就是集中在让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如何升值上。 但具体怎么做,也并非啊,是轻而易举的。 要想成功啊,我们还需要研究一些新的办法。 讲到这里啊,不由的让我想起了金庸的小说中所提到的葵花宝典。 人们要讲成功,所必须的三个步骤。 第一步呢,就是要想成功,必先自攻。 第二步呢,就是即使自攻,也未必成功。 第三步呢,就是不必自攻,照样成功。 显然啊,我们之前在GDP的增速上做足了文章,甚至达到了自攻的程度。 但美国呢,用它的制裁和脱钩,正在瓦解我们的增速。 看来啊,这条路走的有点艰辛。 于是啊,想到了,如果我们不必自攻,而借助人民币汇率的优势, 能不能让我们的美元GDP迅速超过美国呢? 谈到这里啊,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。 通常来讲啊,我们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,包括如下五大内容。 一呢,就是市场共修关系。 二呢,就是货币政策。 三呢,就是国际贸易。 四呢,就是外资流动。 五呢,就是外汇储备。 为此啊,我们先来看一看市场共修关系。 如果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的话,那么通货膨胀就会进一步的下降。 从而导致啊,通缩进一步的加剧。 第二呢,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。 其实货币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呢,就是利率。 如果我们的人民币汇率不断的上升的话,那么利率呢,就要跟随着上升。 而现在呢,我们需要的是降低利率。 而如果提高利率的话,那显然呢,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。 第三呢,就是国际贸易。 如果我们人民币汇率不断提升的话,那么我们的贸易顺差就会越来越小。 影响到我们的企业出口。 如果企业无法出口,那么企业的生存和人们的就业就产生了行动问题。 第四呢,就是外资流动。 如果人民币汇率不断提升的话,很显然呢,大量的外资就会从国内流到国外。 我们的吸引外资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。 第五呢,就是外汇储备。 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,大约有三万亿美元。 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,它将会减少人民币的占款。 从而呢,导致或者诱发人民币货币的泛滥。 中上数数啊,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,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呢,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 那么能不能霸王硬上功?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,咱们就是为了在GDP上超过美国,直接再进行一次外汇体制改革。 直接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到四比一呢?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,真的是未来无法预测呀。 到目前为止啊,我也突然感觉到束手无策了。 大家看一看啊,增速超越法显得力不从心。 汇率升值法显然难以为继。 既然没有饭吃,何不吃肉呢? 既然比拼不过,比脚也不过。 那么何不换一种活法呢? 因为GDP毕竟只是一种表现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。 而活跃程度并不等同于富足程度啊。 而人民生活的目的,难道仅仅只是为了数据活跃而持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吗? 我在想,也许再过几年,人们就会放弃与美国比拼GDP这件事情, 甚至淡化GDP这个指标,让它重新回到GDP的本来面目上来。 这个时间点在哪里呢? 我的估计在2025年以后,我们可能会逐渐从放弃将GDP折换成美元, 到不再对外公布GDP这个指标,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。 让我们的各级官员不再为追逐GDP而辛勤劳作。 因为GDP它就是一个数,它就在那里,超过了美国能怎么样? 不超过美国又能怎么样呢? 最后呢,我将苍阳加措的《见与不见》这首诗啊,送给各位朋友。 你见或者不见我,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。 你念或者不念我,情就在那里,不来不去。 你爱或者不爱我,爱就在那里,不准不减。 你跟或者不跟我,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,不舍不弃。 这里面的你,就是你。 而这里面的我呢,就是GDP。 好吧,今天的话题呢,就先讲到这里。 谢谢各位收看。